女士一看这样 不由着急起来 就说道 刘司令是什么人 你们怎么还不动手 三当家的说道 夫人是有所不知人 这刘司令 是人一带三山五湖的总瓢把子 就算是大当家的 也得喊他一声大哥 没办法 他的本家亲戚 可是不好得罪啊 女士一听 面色一冷 说道 就算如此 刘司令又不在这 你们杀了这几个人 谁知道是你们杀的 三当家的听他这么一说 瞳孔一苏 叶少阳早就防着这个呢 说道 实不相瞒 我们这次出门 已经跟刘司令通过信了 他知道我们要打制造 不然 我们怎么赶走你们二龙山的道 这附近 只要你们一个留子 我死在这 刘司令追查下来 你们怎么交代 我可是他本家堂弟啊 三当家的一听 立刻打消了毁尸灭迹的主意 其实叶少阳本想说 这女士是刘司令要的 差点就说出来了 灵光一现 想到刘司令那么个大土匪 应该不会干这种事 说了也更容易引人怀疑 于是就没说 女士见着三当家的犹豫 知道是杀不了了 反应也是极快 说道 既然如此 你们就把他们绑了上山 发信给刘司令证明一下 不就得了 哪想叶少阳反应更是快 想也不想就说道 去就去 待个十天半月 我也不怕 让刘司令派人来接更好 只怕到时候 刘司令会说 二龙山坏了道圣规矩 女士还想说什么 三当家的一百少 冲着叶少阳三人一抱拳 兄弟 误会了 既然是刘司令的本家 那便是自家人 梁上长草节节高 大水不充龙王庙 这女子与我家大当家的有缘 我留下了 兄弟们 行了 抬举 叶少阳也不敢再讨要女士了 拱了拱手 飞快地收拾起了行李 换上那个腿都下软的翠云和陈三 也顾不上下雨 收拾那些尸体 那样的起尸咒 赶着就出了庙门 临走的时候 偷看了那女士一眼 女士音质地看着她 嘴角带着一抹鬼笑 三人走出了破庙 也顾不上晴天 幸好下雨也没太阳 对尸体也没太大影响 直接赶着尸体 就往前走 走了有十分钟左右 叶少阳把尸体赶进了附近的林子里 陈三一脸着急 蛮慌地说道 一天是啊 咱们还不快点走 在这待着干什么 叶少阳一手拉着翠云的手 安抚着她 望着树林外的小鹿 冷冷地说了两个字 报仇 陈三愣住地说道 报什么仇啊 我娘生亡 不是让人骂的 叶少阳咬牙说道 在这个问题上 她有点极端了 主要还是自己从小就没妈的缘故 更加的敏感 以前跟四宝和小马他们在一起开玩笑 戴口头馋 那不一样 被人真正指着鼻子骂 对于叶少阳来说 这还是第一次 如果说对方是普通人还罢了 是个杀人如麻的土匪 那真的不能忍 之前因为有翠云和陈三在 否则 早就动手了 翠云听她这么一说 立刻就慌了神了 少阳 你别乱来 他们有枪 你刀不过他们的 姐 你放心 我有办法 叶少阳拉着她的手安慰道 我什么时候让你失望过 翠云一下子就愣住了 的确 虽然自己认识少阳的时间不长 但是她做的哪一件事 不是出人意料 说话之间 这小路上又响起了马蹄声 这在叶少阳的预料之中 那个女鬼怕自己 不敢在泼庙里多做酒溜 一定会让那几个土匪 赶紧送的上山 此地是必经之路 叶少阳靠着一棵树 坐了下来说 你们不要出声 说完 闭上了眼睛 灵魂瞬间出窍就飞了出去 到了路上 正好赶上几个土匪骑马过来 只有三个土匪 还有那个三党家的 一个土匪喜滋滋地背着女尸 叶少阳看见这一幕 知道这群土匪 肯定是分成了两队 一队继续下山去办事 另一队由三党家的亲子带队 把这个女尸送给他们大党家的 这一群傻逼捡了个炸弹 还当是宝贝了 叶少阳飞了过去 魂魄挺进了三党家的身体 一刻也没有停留 直接用自己的魂力 震碎了三党家的三魂七魄 三党家蹊跷流血 从马上坠落下来 叶少阳本想把这几个杀人越后的土匪都杀了 转头一看 那女尸骑在马背上 朝着自己阴阴地看过来 显然是发现了自己 只是不想离开肉身来对付自己 毕竟要克制人形杀的杀气也很不容易 上一次身也很费事 叶少阳现在也是魂魄状态 杀不了他 只好对他说道 你也别得意 我不知道你是从哪来的鬼东西 三亭之内 我必杀你 我等你来 女尸狠狠地说道 两人都是在用神识说话 别人听不到 不过三党家的 就是骑着马走在最后面的 前面几个土匪只顾赶路 都没看到三党家的已经挂了 叶少阳魂魄魄飞到了树林的时候 才听见那边大呼小叫起来 魂魄急忙回归肉身 翠云和陈三之前见他突然不动了 正不知道怎么办 见他突然醒了 刚要问他怎么了 叶少阳一把抓住他们说道 别问了 走 当下赶着几具尸体穿过了树林 身后传来了鹤翅声 叶少阳知道 是那女尸指使几个土匪来抓自己 不过他们骑马进不了树林 于是放心下山 也不停留 让陈三带路 一口气绕过了二龙山 又急行了半个钟头 这时候雨夜停了 叶少阳提议 找个隐蔽的树林休息 叶天室 那个三党家的 一路上三人都跟逃命似的赶路 根本就没顾得及说一句话 现在总算是停下来了 陈三立刻略带惊悚地问道 杀了 陈三一致 灵魂出窍 这时候 这时候 我们在一旦 我们在和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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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三个人 我我们在和他 我们在和他